在中国的历史上 秦统一六国 开创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 秦王嬴政也成为中国大一统皇朝的开创者 被尊称为始皇帝 意思是华夏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关于秦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 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 是一个难导过许多历史学者的问题 因为在战国七雄中 秦国并不是最强的 论土地广阔 兵源众多 秦国里首推楚国 楚国兼并了几十个诸侯国 才有了长江流域 如此庞大的领土 面积是秦国的数倍 可以轻易动员上百万士兵上阵作战 论财富积累 秦国里最富的是秦国 因为秦国处于沿海地区 有工商贸易的便利 同时秦国矿产丰富 资源汇集 财雄势大 为七国之冠 论士族勇猛 秦国里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魏国 魏国在武器改革后 单兵作战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魏国的士兵被称为五族 士兵战斗力为七国之冠 无论从哪方面来讲 实力上都轮不到秦国称雄 但最终秦国对六国形成了极大的优势 到了战国末期 就算集合六国的力量进行合纵 也不是秦国的对手 秦国之所以在短短 及待人的时间内 就对六国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其秘诀在于弱民强国 秦国之强始于商鞅变法 而商鞅变法的关键 其实不在于军事方面的军工封赏改革 而在于政治方面弱民强国政策的施行 在这里大唐军就不得不提一下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书 各位以为是论语吗 是资质通鉴吗 都不是 而是商军书 商军就是商鞅 商军书就是商鞅全面政治主张的合集 商军书的核心就是一句话 有道之国物在弱民 商鞅认为只有弱民才能强国 那么怎么弱民呢 商鞅提出了五种方法 第一是移民 就是统一全国百姓的思想 有一端邪说的一定要惩罚 让老百姓的思想统一到君主这里来 为君主之命是从 第二是弱民 就是剥夺老百姓的政治权利 让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 第三是辱民 就是降低老百姓的道德标准 商鞅认为老百姓如果觉得自己道德高尚 就不会把君主放在眼里 第四是贫民 就是不让老百姓有过多的私人财产 免得他们有力量对抗官府 第五是贫民 给老百姓安排很多事情做 不做农活的时候 就要去服兵役劳役去修长城 这五套弱民战术下来 老百姓就变得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听话服从 这些都是一支强大军队最主要的素质 最重要的是 老百姓从精神到物质几乎是一无所有 只能依赖国家 所以会变得非常爱国 秦国就是靠这套弱民的战术 形成了国家内部的强大动员能力 压倒了贵族分立 自由散漫的关东六国 不过发明这套方法的商鞅 自己却没有得到好下场 而且商鞅就是死在这套控制民众的制度上 当年赏失商鞅的秦王去世后 商鞅失势 想要逃亡 结果逃到哪里都被人拒之门外 因为他无法提供秦国法律所要求的各种证件 当他问人家这些都是谁规定的 人家回答是 是商君规定的 不敢不服从 最后商鞅被他的敌人抓住 并且当众车裂 不仅如此 秦国这套做法放在秦国自己身上是有效的 但是当秦统一六国后 试图把这套方法放在原来六国民众身上时 立刻就激起了强烈的反抗 这也不奇怪 风气开放自由 诗人背出的楚国 遍地富商俱古的齐国 多为慷慨悲歌之时的燕国赵国 怎么能忍受得了这套全面控制社会的生活呢 过于急迫地控制民众的举措 反而激起了民众的愤怒 他们奋起反抗 让秦帝国二世而亡 不过秦帝国虽然灭亡了 但商阳所发明的弱国强民的统治术 却成为此后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宝典 所以纵观中国的大多数统治者 表面上读的是论语 而实质上遵行的却是商军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说明了 说明了